情姓是不是长命点? 禅士都有研究说,结了婚的人健康又长命,尤其是男人 好像得到爱情滋润,人都精神点 不过我觉得女人都一样,人称玉婆的影星伊丽莎白泰来 一生恋人无数,她生前结过8次婚,但有7个老公 因为和影坛拍档李察波顿结过两次 真是一个结婚专家 玉婆最后怡孙满堂,享年79岁 但说到现代情姓,应该是法国这一对 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,和女权先驱波娃 虽然没有结过婚,但已经认定对方是苏美 最后还合作在一起 不过就算以现代人的角度来说,他们真的博爱得很交关 除了以对方是终身伴侣之外,还有其他的情人 好像波娃写给沙特的350封情书里面 他还说给沙特知道,他和哪个哪个爱人有性高潮 真是坦白得很可爱 不过说到公认的法国情姓,不是这两位大作家 而是中世纪的阿伯拉和埃鲁尔斯 他们的故事真是够荡气回场 话说阿伯拉是当时德令的神学家 见到才女埃鲁尔斯,就咳咳,很喜欢 还做人家家庭教师,搞大人的肚 虽然他们秘密结婚,但最终都是避嫌分开了 阿伯拉继续做他的神职人员 而埃鲁尔斯就去了修道院做修女 最奇怪的是,两个人依然有情书来往 他们死的时候分别都是六十多岁,在那个年代真的不算短命 至于你说那些情书是不是真的给到爱情滋润他们 我猜没人答到你了